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第一段告诉我们说有一群人经过了流泪谷 中文有些圣经上面就有一个夸号流泪谷 英文叫做Value of Baca 为什么它会有夸号呢 因为有些人相信这是一个地名 叫做Baca就是流泪的意思 但是他们不确定这是在哪里 但是他们在猜测应该是一个干旱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是代表说一种人生经历的那种难过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当时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名字都是跟发生的事情有关系 在那里面可能发生一些事情 让人家非常的难过 这边说他们经过流泪谷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什么样的人会经过流泪谷呢 通常我们想到的是一种不幸的人吧 就是很难过遇到这样很难过的事情的 通常是一个很不幸福的 就是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往回看的话 这边告诉我们在第四节 经历这个流泪谷的人是一个住在神殿中的人 而且是格拉侯里称为是有福的人 第五节也告诉我们 他们是靠足有力量的 而且是向往神的 所以他们是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人 靠足有力量的人 是有福的人 但是他们也经过流泪过 那他们到底是幸福呢 还是不幸福呢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基督徒做久了以后都会明白 与神同在与神同行 并不代表我们不会经历过人生的一些难处 往往呢这些难处有时候会让我们真的是 自己在家里或是在暗地里面 自己流眼泪 不知道谁能够了解我们这种孤单的感觉 那格拉侯里说这就是一个情况 就是这样子蒙福的人也会经过流泪谷 但是他接着就讲了 他说叫这谷变为全人之地 原来他们经过这样的痛苦的不是没有意义的 他说他们这样经过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就因着他们而改变 因着他们生命而得到了全员之地 变成有这个spring of water 就有充满了生命力 事实上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与神同情的人 我们是与神同在的人 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难处 但经历了以后呢 事实上我们的生命 我们周遭的人 也会因着我们这些经历 得到了鼓励 得到了改变 好像我们所受的呢 事实上不是没有意义的 而是有一天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 去走这些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安慰 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的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那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禁区的是一个枯干的地方 但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在这些痛苦挣扎后呢 却是充满了一个生命力的一个地方 充满祝福的一个地方 他其实又说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骨 那秋雨就是early rain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边那个形容说 不只是这些经历以后 这个地方得到改变 但是从天而降了一个雨 一个从天而降的一个祝福 也充满了这个地方 原来在我们这些经历的 这些事情当中 倘若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念 相信神是掌权的 相信神的爱 神的带领 神的智慧 我们也可以看见最后神的祝福 好像这个秋雨 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 就下了下来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 或许今天你和我 我们都在经历一个流泪骨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生活当中感到枯干 或是流下许多的眼泪 是别人不能了解的 但是呢 当我们走过去以后 神会将这个经历成为一个祝福 成为一个生命的来源 而且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神就会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这个祝福的工作 让我们得到更新 得到翻转 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